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8号的记者会上 北京市朝阳区宣布 非必要不离区 宅家过折磨 跨区域流动需要持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网传讯息显示 朝阳区已经通知各单位要静下来 除基本生活物资保障行业外各类场所暂停营业 中小区改为线上教学 取消堂食 并减少聚集性活动等 广州海珠区疫情失控 当局正在采取极端措施封控 11月17号在海珠区轮头村的一个小区门口 两名年轻女子被捆绑 跪地势众 仅仅因为其中一名女子没戴口罩 视频显示 多名防疫人员一拥而上 先后将两名女子按倒 并将其手臂捆绑在身后势众 女子情绪激动 大声指责防疫人员是有报应的 戴口罩的黑衣女子一直躺在地上 一直拖鞋落在身旁 没戴口罩的女子则一度跪在地上 因为捆绑的原因 她的上身已经衣不蔽体 视频获得广泛传播 当局的极端防疫引起公愤 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前记者傅国豪日前被曝光 一年前就已病逝 得年30岁 她的生前和身后都留下未解谜团 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中 傅国豪一度被示威者扣押 成为中共媒体宣传的典型 但他的记者身份被广泛质疑 至今仍然是迷 2019年8月13号 傅国豪因为偷偷拍摄 香港抗议人士的大头照 被抗议者接住追问 怀疑他是中共或港警的变异特务 遭到殴打 傅国豪被打的画面随即登上热搜 还上了中共的新闻联播 傅国豪成为所谓的英雄 而殴打他的三名示威者 去年被香港法院判处四年三个月到五年半的徒刑 有媒体分析 傅国豪很可能是被中共派到香港的国安人员 所谓《环球时报》记者 不过是用来掩饰身份 有媒体披露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 除了与莲花清温的生产企业关系密切外 还和生产防疫药物的正清制药有关联 药企正清制药是湖南省一家中药高科技企业 旗下的研究院由钟南山担任战略咨询委员会主席 据报道 钟南山还和他站台的莲花清温 红热药液生产的血壁氢背后的公司有关联 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以后 钟南山曾多次为中共隐瞒疫情站台 替当局甩锅 连日来 中国货运物流公司霍拉拉的司机 在全国发起抗议 对现行订单规则表示不满 从11月16号起停运三天 多地抗议的司机遭到当局镇压 在广东军警出动镇压抗议者 10月17号在深圳板田 大批货拉拉司机聚集抗议 大批警察赶到现场维稳 兄弟们 拉拉司机团结一心 拉拉司机团结一心 抵制低价警当 抵制低价警当 取消特会送路当 取消特会送路当 随后 大批警察赶赴抗议现场 进行暴力维稳 部分抗议司机和警察发生肢体冲突 还有的抗议司机被暴力殴打 这兄弟刚刚又被打 又被喷辣椒水了 新唐人记者赵凤华 讲新综合报道 前面也有兄弟被打了 广州疾控爆出惊悚言论 说死了你就可以出去了 引发民众的愤怒 下面来看 中共疫情管控的最新情况 广东是此次疫情的重灾区 周五当局通报 病例首次破万 其中98%来自广州市 政府一再延长风控 将居民大规模拉走隔离 很多民众反馈 物价高涨 看病困难 隔离环境相当糟糕 抗议浪潮更是此起彼伏 你就可以出去了 你还要救护车买 你还要救护车买 你还要救护车买你 首都北京的疫情也相当棘手 连日来新增病例都在300 400左右 朝阳区政府周五要求民众 非必要不离区 就是不太敢出去吃饭了 紧急情况 紧急情况 封上了 早餐没事 刚刚弄 封上啥时候能打开 都不知道 在山西省回太原 大部分感染者为无症状 政府方面新增8个高风险区 实施管控 与此同时 太原富士康通报 发现一名员工确诊 太原富士康表示 园区生产 员工生活秩序 一切正常 但真实情况令外界担忧 据中共通报 全国本土病例持续增长 已经一连三天破2万 并且31个省级行政区 全部涌现疫情 疫情凶猛下 中共喉舌媒体则是扭转风向 开始宣传疫情的重症率低 外界解析是在给清零失败找借口 同时为下一步的解锋做铺垫 总而言之就是说 动态清零是一个不可能完成 也没有必要完成的任务 那么这个动态清零 就有可能变成习近平连任之后的 第一个烂尾工程 新台人记者雨婷 总好报道 下面请开一组中国新闻解讯 中共党媒周四 在路看把署名众鹰的文章称 抗疫斗争要算眼前账 更要算长远账 分析认为 该文是给清零政策定性 即习近平算的是长远账 是正确的 不容质疑的 然而中共在算政治账 本该由防疫专家来表态 却成了中共各级官员的政治表态 结果就是越民越沸腾 升官越快 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公司创办员任正非 曾表示 把活下来作为最主要纲领 边缘业务权限收缩和关闭 把韩系传递给每个人 如今等待华为录取通知的 应届毕业生们感到寒意袭来 11月16日开始 在卖卖 微博 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 不少用户爆料 华为公司占款2023届校园招聘 多个官方校招群迅速遭到解赛 日本名导师之玉和 与民编剧板员玉二 受邀来台主席金马银展大师讲堂 养人齐聚吃荆州小菜 意外引发大陆微博网友讨论 直呼台湾观众好幸福 祝福台湾电影和金马奖 另外 中共抵制金马奖进入第四年 但今年算是大陆作品 入围最多的一届 微博上也有人祝福 入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提名的 《沉默呼吸》一举得奖 新唐亚太电视总理报道 朝鲜昨天再次的发射飞弹 而且是具有可携带核弹头 打击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飞弹 引发了各国的关注 而且额外引起讨论的是 金正恩让自己的女儿 首度公开露面 朝鲜官媒 朝鲜中央通讯社所看出的照片显示 金正恩亲自视察这次导弹试射 更特别的是 金正恩是带着全家大小出动 包括夫人离学主 以及首次曝光的女儿 她的女儿外貌 被指着实融合了父母两人特色 照片可见 金正恩紧牵着女儿的手 在发射场漫步 近距离视察导弹试射 金正恩有一名女儿叫做朱爱 此次露面的可能就是她 美国智库史丁生中心的朝鲜专家 梅登指出 朱爱年龄大约12到13岁 几年以后就要上大学 或者投入军事服务 为进入领导层做准备 未来可能成为像姑姑金与正一样的重要幕僚 朝鲜试射导弹以后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和日本 韩国 澳洲 新西兰 加拿大共六国领导人 召开紧急会议应对 谴责朝鲜的挑衅行动 新唐人记者王凯璇 民运综合报道 习近平在G20峰会 斥责特鲁多的事件 引发了舆论的热议 加拿大反对独裁战狼外交的声音 是比比皆是 我们继续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好的 谢谢主播 民众对这件事情的热议 仍在持续发酵 人们看到在视频中 习近平已改平时 被中共官媒粉饰的形象 对待加拿大总理 话语犀利 态度藐视 外界质疑 习近平一向在公开场合 说话是非常严谨的 为何这次会轻易曝光在媒体面前 专家们认为 习近平之所以态度傲慢 也是因为加拿大对中共的立场 相比美国来说 仍然表现软弱 对于极限国家的政治人物来讲 他们对于国力不如他们的国家 他们不一定会遵守 国际上应该有的平等对待的这种理 甚至于会利用这样子的一种场合 来表示他们是占有主导地位 10月17日国际贸易部长警告说 两国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 但加拿大仍在重要问题上 与中共要进行尊重的对话 与此同时加拿大人呼吁政府 要采取更有力的行动 来应对中共的干预 只能够通过立法 让我们的法治更加的完备 才能够达到恶主真正的极权势力 渗透在我们的社会里运作 加拿大是应该时候 尽快通过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好像美国那样 因为现在渗透 中共渗透实在太严重 好的 现在把镜头交还给演播室 好的 谢谢李维的报道 习近平和特鲁多的交锋画面 传遍海外的舆论界 却在中国大陆遭到全面审查 被消失在各大社交平台 习近平在国外是马不停蹄 做所谓的大国外交的同时 国内官员也在努力地 替中共改造意识形态 目前 在大陆社交媒体微博上 搜索特鲁多 没有任何他与习近平互动的消息 在搜索习近平特鲁多 则突兀的显示抱歉 没找到相关结果 知乎抖音 避站等平台 也是同样状况 中共全网审查 与特鲁多的相关内容 禁止提及他与习近平 在G20的交谈 中国数字时代报道 特鲁多与习近平交锋的事件 立即引发墙内平台的审查行动 微博并将特鲁多 加拿大总理 小土豆等设为禁搜 只可以看到大V发布的内容 习近平在G20会向特鲁多表示不满 说他把双边会谈的内容 报道给媒体不合适 如果不能互相尊重 后果就不好说了 被国际社会批评 对加拿大人民极其不尊重 不只是对西方大国领袖 习近平对亚洲国家 也似乎显得不屑一顾 泰国总理巴欲 想要与习近平握手 但习近平无视他转身离开 再次引发舆论哗然 在国外 习近平马步停蹄 会晤多国首领 在国内 中宣部部长李舒磊 也将会替中共 利用意识形态洗脑的步伐 11月10号 李舒磊在人民日报发文 大谈所谓的学术民主 艺术民主 前南方都市报主编 陈毅中批评说 只听说过有学术自由 艺术自由 学术民主 艺术民主 还是头一回听说 通常我们讲的是学术自由跟艺术自由 因为民主是为了保障自由 因为民主很容易滑落为极权 民主专政 所以中共又在乱弄名词玩弄名词 李游谭教授指出 之前中共提所谓百花齐放 泛遭政治大清洗 此次重提百家争名 难不成又要引蛇出洞 就是引蛇出洞 他不是真的对艺术跟学术自由的尊重 说的是冠名堂皇 实际上做的是窝啄不堪 那你如果说对你有不同的意见的话 那你说这个叫颠覆国家政权罪 是吧 你这个叫做妄议中央 这是一种自我矛盾的一种党八股 或者是一种产类的文化 你现在要引蛇出洞 我看蛇也不愿意得出洞 因为被骗了一次 难道好像在被推演第二次吗 新台电视台记者韩非 特别记者洛亚采访报道 马航MH-17班机 2014年在乌克兰上空被击落 导致机上298人丧生 是近年来机上人员死亡最多的空难 荷兰法院17号 以谋杀罪和导致飞机坠毁等罪名 判处4名被告中3人罪名成立 他们面临无期徒刑 另外一人被告无罪 不过这次人都没有出庭受审 法院已经对他们发布国际通缉令 根据法院的说法 飞机室遭到一枚从乌克兰东部发射的 俄国制造的飞弹击中而坠落 发射地点位于在亲俄的乌克兰叛军占领地区 不过俄罗斯方面否认和这起事件有任何的关系 马斯克入驻推特总部才15天 不按常规办事做出了多个惊人举动 不仅是大幅度裁员 更着手恢复多个被封的账户 美东时间晚上的今天7点47分 马斯克发出了民意调查 询问是否恢复前总统川普的账号 推特新老板马斯克再次大刀阔斧的改革 11月18号他在推特上发文 公布新的推特政策是言论自由 同时决定解封多位被封的账户 不过他也表示还没有决定 是否解封美国前总统川普的账号 马斯克在推文中说 推特新政策是言论自由 但不是无底线的自由 负面仇恨内容会最大限度被限制和非盈利化 你将找不到这些推文 除非你去搜索 这与互联网的其他部分没有区别 推特首批解封的账号中 有美国知名喜剧演员凯西格里芬 加拿大心理学家彼得森 以及讽刺网站巴比伦蜜蜂 马斯克接手推特以后 立即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改革 不仅裁员过一半 更要求员工放弃远程工作 本星期马斯克要求员工 两天内做出决定 留还是不留 随之各种消息蜂拥而至 另外马斯克还电邮给所有远程工程师 有求星期五半夜前飞抵旧金山 直接跟他商量未来的编程工作 有网站透露 两星期前推特还有7500名员工 而目前已经剩下不足3000人 不过裁员潮似乎还没有结束 新台人记者秋月 名誉综合报道 中共纽约海外110 美国联邦调查局知情 而且正在调查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看晚间新闻 中共在海外多国设立 所谓的海外110 不断对媒体曝光 周四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局长 在国会听证上表示知情 并且正在调查当中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 在周四表示 知道中共在美国 设立了海外警务服务站 并首次公开表示 正在调查这些海外警务服务站 联邦调查局局长 克里斯托弗雷还表示 在美华裔 获持与中共不同政见的人士 如果认为自己成为中共的目标 可以随时向联邦调查局报告 有评论认为 联邦调查局的表态 反映美方已经意识到 中共透过设立海外警务处 在发动司法入侵 FBI的表态 它说明美国已经开始意识到 中共利用这种非传统的形式 来对美国进行渗透破坏的重要性 这种渗透 它针对的目标 不仅是留居海外的中国人 其实也包括了美国人 非政府人权组织保护卫士 今年9月中旬发布了一份报告 揭露中共在全球多个国家 设立了至少54个海外警务服务站 新唐人记者柯婷婷上进 纽约报道 欢迎回到晚间新闻 来看本期的晚间新闻财经简报 在岸人民币兑美元 在周四连续第二天明显下跌以后 周五稍有回声 截至中国收盘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 在岸人民币报一美元 兑人民币7.1275元 较周四官方收盘价7.1291元 飞涨16点 先前两日也累计下跌了956点 分析指出 美联储官员的鹰派言论 打消了政策转向的预期 本周美元指数呈现明显的弱势 周五 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表示 10月份现房销量比上个月 下降了5.9% 年率为443万套 是2020年5月份以来的最低 10月份的销量比去年同期 下降了28.4% 协会还表示 这种连续下降 是有记录以来最长的一次 销量下降不仅是因为 30年固定贷款利率 处于20年以来的新高 而且现房价格中位数 已经连续128个月上涨 10月份现房价格中位数 比一年前增长了6.6% 超过37.9万美元 马斯克周三发出的 最后通点时间已经过去 他在电邮中要求员工 承诺长时间高强度工作 要么离职 一位员工在周四表示 大约有50%至75%的人 告诉同事他们计划离开 马斯克表示 并不会对数百人的辞职感到忧虑 因为最好的都留下来了 周五上午 他召集剩余员工复工 并在当地时间下午2点前 到公司报到 他自己则会在总部待到半夜 周五一天 推特似乎没有出现 外界预期的服务中断 或者瘫痪危机 新唐人记者上进综合报道 台北市长选举选前黄金周 蓝白绿造势大比拼 欢迎回来 台湾九合一选战倒数八天 五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 黄珊珊 周日将在捷运南京三民站附近的 台泥停车场 举办造势活动 而恰巧呢 这也是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 蒋万安 11月25号选前之夜的地方 仅仅牵住老人家的手 蒋万安日新一战 发老人家扶上车后 才继续拜票行程 拜托 谢谢 谢谢你们 选前最后冲刺 除了街头巷龙站 最后黄金周也要催出选票 陈时中举办大游行 从竞选总部走到台北市府前广场 黄珊珊敲定台宁松山场旁的停车场 蒋万安则不在台北 而是到桃园参加 北北鸡桃竹竹苗联合造势活动 而在选前之夜 陈时中在路权大战中 抢到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 黄珊珊锁定市府广场 就判延续执政气势 蒋万安考量到交通 选在台泥松山场旁的停车场 除了要考量到方便民众前去的交通问题 当然也要顾虑到 事前在整个布置上面 避免造成交通的困扰 相关的冲击降到最低 选前之夜我们会在市府广场举办 因为我们有抢到市府广场 已经都申请好了 就这么巧 蒋万安选前之夜的地点 和黄珊珊黄金州造势的地点一样 至于蒋万安常把炮火对准陈时中 是否友谊边缘黄珊珊 陈时中这样看 看起来蒋万安是蛮怕黄珊珊的 然后从一开始选举 被黄珊珊呛了两次之后 看起来都不敢正面回应 不过想既然要选举了 就应该对各样事情要诚实以对 对于蓝营质疑 陈时中惨到中国大陆 陈时中强调 抗中抗共是基本态度 基于理性不挑衅态度 并不是每件事情都要对抗 新唐人亚太电视曾一豪黄亮剑 郑永如台湾台北报道 好的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晚间新闻 祝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再见